三藩市 鹽胡椒番茄醬 一部话剧展现城市变迁的酸甜苦辣 一部叫做鹽胡椒番茄醬的话剧 终于本周四上演 讲述了一对华人夫妇 为了追求美国梦 在美国废城开了一间餐馆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里面 面对城市的旧区改造 发生了各种趣事 当中有酸甜也有苦辣 导演Thomas Pange认为 这部话剧既风趣又幽默 它有不乏严肃的议题 这部话剧的内容 百分之八十会使用英文 而百分之二十是中文 编剧和导演希望取用这种方式 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的情景 来自台湾的廖威精 是这部话剧的女主角 她将会议演一位餐馆的老板娘 这部剧它当然是会有不一样的情感 掺杂在里面 所以我们特别就是 我们特别说这部剧呢 它其实是 Bitter and Dark Comedy Drama 因为它反射了每一个 种族不一样的一些文化背景 然后把它全部都掺杂在一起 让观众能够走进这个戏院 然后走出这个戏院 能够觉得说 他们刚看了这一部戏 他们不只是一个观众 他们是这一个戏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或者是某一个角色 然后可以从不一样的角色 去看待 都市更新其实它并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这部话剧 由一位耶鲁大学 话剧创作专业的学生 Jeff Rolder 根据他在费城的亲身经历所写 《鹽胡椒分一帐》 这个名字除了代表不同的味道之外 还以预注多元文化 而导演专门从新加坡来到三藩市 指导这部话剧 《鹽胡椒分一帐》 一共会演出四场 本周四至周六晚上八点 和周日下午两点 在Burro Clay剧院演出 天下卫视记者 雷剑感报到